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北上的北上之后 肖正男迎来了事业的春天 同时又遇到了属于自己的爱情 他的太太黄翠如也不一般 本身只是个小薄公头之女 突然老把身价暴涨至19亿 大家纷纷感慨肖正男驶来运转 嫁入豪门 谁知道没得意几天 肖正男岳父的身家又暴跌到只剩五分之一 起起落落让围观群众大呼过瘾 黄翠如受此影响 假知自己事业不顺 竟在社媒留言再见下煞众人 多亏肖正男实力护妻 可是他们中间据说也有第三者 黄翠如家以前只能算得上小康 那肖正男的家境就更普通 肖正男的爸爸在他上学时就得了鼻炎癌 后来又被诊断出肝癌 致病花了好多钱 懂事的肖正男早早就半工半读 高中一毕业 更是兼职做起了模特 考入大学电脑系后 热爱演唱的肖正男参加歌唱比赛 拿了个第一名 就这样签了经纪公司 踏入娱乐圈 并很快凭借帅气的外表和不俗的唱功 在新人中展露头角 肖正男成为那年港圈最看好的艺人 媒体甚至用翻版正一剑称呼他 港圈前辈也纷纷来帮他站台 公司请来周星驰 指导肖正男MV接受我的拍摄 星夜向来不爱拉关系 这个机会非常难得 公司还找了梅艳芳 梅艳芳表示愿意做他的领路人 肖正男自己都没想到 入行之路竟然如此顺利 工作多到接都接不完 他没有注意 自己的发展可能已经挡了别人的路 与肖正男同时进圈的 还有麦俊龙 麦俊龙老豆麦少堂可不好惹 麦少堂人称凶悍古王 精通于将一些仙古上市在融资圈前 同时期出道的还有余文乐 余文乐就惨点 他没有好老爸也缺好公司 怪就怪在余文乐一出道观众缘就很好 人气一直很顶 这三人当年也算是斗得热火朝天 先是叱咤乐坛颁奖典礼 肖正男拿同奖 余文乐赢奖 三甲不入的是麦俊龙 十大竞歌金曲颁奖里 肖正男拿了南新人金奖 麦俊龙赢奖 余文乐三甲不入 到了TVB的竞歌金曲颁奖里 肖正男拿了金奖 突然口吐狂言 血不能胜正 整场人都惊呆 他这么戏剧话 都是因为江湖传说 麦少棠砸大钱捧儿子上位 粉丝都是花钱买的 肖正男年少轻狂 一句话得罪了一堆人 麦少棠本来就有片门背景 他直接评价肖正男没家教 接着媒体也一拥而上 制作根基慰稳的肖正男不懂得尊重人 恃宠而交 大豪前途一句话就毁掉了 肖正男被公司雪藏 只得北上谋求发展 这期间他父亲在查处肝癌 身体彻底崩溃去世 肖正男的处境糟透了 而麦俊龙和余文乐的故事 又牵扯到了陈冠希和阿娇 那是另一个系列就不详细说了 肖正男北上发展的其实很不错 刘诗诗、霍建华、佟丽娅都和他合作过 甚至在他位上还被他立压 比如很多人的童年回忆 中华小当家里的男主刘王兴 他还唱了主题曲《千个太阳》 还有不得不提的神剧《怪侠一只眉》 肖正男凭反派因无求风头一时无两 霍建华魅力敌不过他 肖正男在内地待了四年 也算是磨练了四年的艳绩 那几年黄翠如渐渐展露头角 黄翠如儿时与荣祖儿、王祖兰都是前后楼的邻居 他是少见的主持人出道 2007年时 因为经常获得采访周星驰的机会 被称为新业御用主持人 他在2012年被被TVB高层与永山收入门下 力捧为当红小花 不过网友一直认为不是力捧而是硬捧 因为黄翠如飞壳般出身 演技不过关 肖正男回归TVB后 他们在师奶Madam里合作认识 随即擦出火花 尴尬的是 肖正男当时有女友和傲之 媒体派到肖正男与黄翠如 在家中同处60多个小时 事后他在东张西望里 打赞翠如BB很好 想追却只字不提何傲之 何傲之也很有心格 没争没抢 最终只是在微博上说 突然之间脑海中浮现了一句话 写不能胜正 肖正男突然对黄翠如那么上心 不知道和黄翠如老爸身家 非常有没有关系 黄翠如老爸黄永华 一直是做土木工程分包商 他在业内很低调 黄翠如也不知道爸爸的财务状况 2017年黄永华的联网集团上市 股价从2.6元一直炒到22元高位 黄永华的身价值充200亿 黄翠如都吓坏了 但是黄永华告诉他 股票这种东西就是账面富贵 金钱数字从来都是云烟 黄永华在公司上市后 仍然每天穿着普通到工地上工 在小正男出现前 大家一直以为黄翠如和洪永诚是一对 黄翠如和洪永诚都是香港有线电视主持人 过档TVB也是前后奖 两人的默契互动也曾是TVB镇台之宝 凭借走过浮华大地 黄翠如与洪永诚一同在2013年TVB台庆颁奖礼上 斩获最佳主持人 领奖师黄翠如开玩笑地看着搭档说 拿到奖我们俩就结婚 那是不可能的 洪永诚立刻接招 那不如先亲一下 肖正男和黄翠如的恋情公开后 一个叫做每个男人心中 都有一个黄翠如的帖子在网上爆红 那是一段友达以上恋人威满的关系 彼此友爱却没有走出去 只能以密友相处 守护对方走下去 2018年又是台庆 肖正男夺得最受欢迎电视剧拍档奖 颁奖嘉宾正是黄翠如 不知是设计好还是一时最快 肖正男说多谢太太 台下一众世帝事后贡献出最精彩演技 洛丽演出震惊画面 黄翠如和肖正男终于拉脉天窗 之后他们在巴黎岛结婚 两个人在设媒大秀恩爱 现场照片流出浓情满满 多少人高呼 有一种爱情叫肖正男和黄翠如 黄翠如文笔记号 他写的是词情真意切 句句动人 婚后他们一直是TVB最甜蜜夫妻党之一 黄翠如老爸送上价值510万港币的单位一个 让他们夫妻学着做生意 不过没过多久黄翠如老爸股票暴跌 但身家缩水也没有影响肖正男和他的感情 就在黄翠如的剧集七公主热播时 向来很活跃的他在设媒上发布了再见 之后就消失很长时间 在此之前 他还分享过一则英语的宗教小短文 同样把评论区关了 一系列举动吓坏众网友 外界猜测纷纷 黄翠如只好通过经纪人回应称一切都好 至于原因 想必就是外界的舆论让他很是受伤吧 原本黄翠如依靠旅游节目 积攒了一波路人员 而他也勉强能驾驭性格单纯的角色 但是如果角色性格跟他本人的性格相差较大的话 黄翠如就会演得很吃力 也被大家批评演技尴尬 在幕后玩家中 黄翠如被网友吐槽一个表情演完全具 隔着屏幕 完全感受不到他任何的情绪波动 演神戏就只会瞪眼镜 到了《使徒行者2》的时候 黄翠如顶替第一部的蛇诗曼 与玄玄一起成为续集女主 蛇诗曼饰演的丁姐人设出彩 很受欢迎 黄翠如饰演的正妹 不可避免就会被观众拉来比较 剧中的好几场高光时刻 被他演绎的平平无奇 接不住戏 还有网友专门自制了一张 黄翠如演技总截图 重提黄翠如一个表情演到底的老毛病 黄翠如当然有想过精进演技 接拍《七公主》的时候 不顾老公的投诉 为了演好女强人顾灵珊 把长发剪短 还狠心剪中十几棒 不仅如此 老公肖正男还会在私底下陪他试戏 可以看出黄翠如为心系下足功夫 他的努力肉眼可见 网友评论却量极分化 仍然有不少人认为他的演技毫无长进 汗水没有换来肯定 努力没有回报 让黄翠如很是受伤 所以一直避免在公开场合露面 但不管怎么说 他还是敬业的 至少他知道自己的不足 也在努力弥补 最近无线设置对远赴哥伦比亚 台设旅游特辑 最后一晚有多名工作人员出外吃饭 突如其来与酒吧遇到枪战 二名摄影师身陷枪灵弹雨中 当时现场相当混乱 无线摄影师一根同时失散 大家分别躲于厕所及车辆旁边闪避 幸最后逃离陷境 避过一劫 同行的黄翠如被问及此事时 有有余计 去年黄翠如独自做主持 与奢制队到摩内哥 瑞士 乌克兰 意大利及叙利亚等地拍摄 当中包括欧洲最穷困的国家摩尔多瓦 去到战火焚飞的叙利亚时 更一度因网络失联多日 足足五日后才在线影踪报平安 黄翠如称 今次拍摄行程过去了18天 但节目还未拍完 之后会转到中东拍摄 可以说是相当敬业了 希望他注意安全 平安归来吧 那么今天我们就聊到这里了 请您点击订阅 打开小铃铛 让我每日准时为你播报 明星的去闻去世 我们明日不见不散